歡迎回來 這段要關心的是一連串籃球的消息 目前正在智力進行的U19世界籃球錦標賽 在女子五的部分 中華隊在第一場比賽擊敗斯多維尼亞之後 第二場比賽碰到人高馬達的西班牙 一般來說又是苦戰了 對 這場比賽 西班牙是發揮他們的身材優勢 在籃板球的部分 西班牙抓了53個 比我們多了33個 所以這場比賽西班牙贏球也是非常合理的結果 最後的比數是77比47 人間智力的U19中華47女代表隊 第二戰碰上人高馬大的西班牙 身材矮人一級的中華小將入點完全被掌握 全場的籃板球20比53大幅落後 可是中華小將上半場超猛 在一塊至高的策略下打出氣勢 只以23比26落後3分 但可惜下半場得分主力林玉廷被頂死 加上滯空拳禁失 在第三節被西班牙拉出一波 單截30比11的攻勢 從此一泄千里 中場47比77大輸30分 有時候其實可能經典我們就去摘一個了 分一個去爬一個了 有時候這個仙間上面的落潮還是來得非常大 可是我們經典的上半場打得非常地大 有消費家知道對方的進攻的體重 投了人的命中率 雖然那半場也輸 可是我覺得鐵頭一直在我們的手上 可惜小半場對尤其在第三屆 他們也改變了防守 我們小朋友的包含到自己本場的反應 基本動作 我覺得都還是有很多的一些進步空間 中華小江們打了半場好球 可惜先天條件真的有差 最後吞下慘半 尤其全場命中率不佳 兩分球28.3% 三分球更低 只剩下14% 全隊只有控球後衛張啟芳得分超過兩位數 他拿下全隊最高的12分 表現比較好的球員可能就張啟芳嘛 第二場狂輸西班牙30分 教練團現在最擔心的是小江們的心理傷害 因為晉級12強還有機會 而下一戰將碰上球鋒更飄悍 而且首戰打贏西班牙的巴西 教練團準備辯證應戰 我來提議新聞綜合報導 好不好來GO 中華隊下一場比賽要碰上的是 在目前分組二連勝的巴西 一般來說又是一個應戰 那王教練其實表示 目前中華隊小江的信心 還算維持得不錯 下一場比賽當然他們還是全力以赴 對希望這些女國手們